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809集 这么多的圣兵放到任何一个大势力都是无比惊人的财富 居然没有人觊觎 新陈道 应该不是没人去收取 而是敢去收取的人已经都死了 就好像是之前的断剑一般 如果这里真的是通天剑阁的遗址 岂会让人轻易地收走这里的宝兵呢 即便是尊者被盯上 恐怕也得死 通天剑阁那等庞然大物 即便是毁灭了 想要坑杀尊者也绝非是什么难事 不然天界的顶级势力早就横扫这里了 也不会将这里当成是禁地了 就如同那虚海 真以为天界的高手没有探索过吗 只不过是没有足够的实力探索而已 在风险和生命之前 不是所有人都能淡然处置的 你们看 这五大妖宗的妖主都在这里 看来此地应该是建筑的核心之处 这时清秋子一抬起头说了 秦晨也是抬着头 看着远处的一座座山脉之地 站着不少的人影 目光纷纷地眺望这座墓葬之地 其中五大妖主便在这里 他们的神色间看似淡然 实则也是带着嘶嘶的激动 盯着那几条发光的古路 有着震撼 也有着激动 除了五大妖主之外 秦晨还看到了一些 其他的高手在附近 其中有几尊高手站在一起 身上的气息中 让秦晨十分熟悉 有着一种灵力之感 其中有一尊高手浑身血光 如同魔神 另一尊高手则是一头鬼符 身形庞大 笼罩在了黑暗之中 还有一尊高手 身上绽放着可怕的神光 微额松立 陈 那些应该是天元派 和血永教等势力的人 优千雪 沉上了 秦晨眯着眼睛道 嗯 应该就是他们 天元派的宗主等人 并未参与进攻古道宗 而是先行进入到了进宗之中 果然在这里遇到了 不过啊 见到对方 秦晨却是没有表现出来什么特别 这种时候 可不是在这里胡乱交手的事 除了五大妖宗 和天元派等势力的人之外 还有其他势力的高手 比如 秦晨就看到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一般 身高居然有足足十丈 站在群山之中 极其的显眼 这是巨人族的高手 巨人部落 应该是这天荡山脉最顶级的势力之一吧 巨人部落 是天荡山脉的顶级势力之一 第一时间赶到这里 倒也没什么特别的 那领头的巨人高手浑身萦绕着道道的经文 如那黄金巨人一般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顶尖高手 稀稀落落地围拢在这山脉的附近 等秦晨等人来到之后 那五大妖王的目光也凝视了过来 看到秦晨三人 微微地点头 大哥 这三个家伙居然也砍到了 看来这几个家伙实力似乎不弱 竟然能到此地 银谋狼王沉声道 大哥 之前在我等经过的断剑峡谷之处 似乎有冲天剑气弥漫 应该就是有人惊动了那恐怖断剑 恐怕就是这仨家伙 居然惊动了断剑而没死啊 青象王皱起了眉头 之前那恐怖断剑爆发着冲天剑气 他们都见到了 那断剑之地 只要是曾经深入过天荡山脉的高手都曾知晓 他们五大妖主根本不敢从那一线天之地经过 而是绕行至此地的 之前断剑恐怖爆发的剑意 分明是被人惊动的 根据时间推算 必然是秦晨三人 一般情况下断剑被惊动 必然会有人陨落的 所以即便是他们五大妖主也不敢通过那里 而今 秦晨三人竟然是毫发无损 自然令他们心惊 对方是怎么做到的 这三个人实力非凡 绝非普通 我们来此是为了剑种中的传承宝物 能不起冲突就不要节外生智 施虎妖主 眯着眼睛说道 他早先就觉得秦晨他们非凡 现在看来 这三人的确是非同一般 又有人来了 这三人灭生得很啊 秦晨三人的到来 也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 纷纷皱眉说道 此地 剑种的异动 已经是吸引了许多人 从各地纷纷赶来 这剑种外的山脉之处 变得极为热闹了起来 一眼望去 四处都有高手 但是 此地的绝大多数人 彼此都认识 如那五大妖主 和天元派宗门等人 都是遥遥相对 还有巨人族 以及一些天荡山脉附近的 顶级势力 不曾打过交道 但是也都曾听闻过 但是 秦晨三人 却是面生得很 让众人都是疑惑 特别是秦晨身边的 优先学和清秋子一 虽然遮蔽了容貌 但是那身形 依旧是令人惊艳不已 瞳孔收缩 看着两人 不似来自凡简 天元宗主这等高手 见过美女何其之多 一心追求强扯之道 很少会被女子给吸引 但是此刻 都是震撼 为之动辱 云霞宗主 据我所知 那古道宗突然变强 似乎是来了一个年轻高手 身边有美女环绕 难道就是他们 血影教教主 眯着眼睛说 我当不是已经派人 去古道宗了吗 难道他们没解决吗 吉神宗主瞅着眉 闻闻便是 鬼扶族的高手 阴测测地说道 浑身阴冷之光环绕 眼神锐利 冷冷的 主位是哪一个势力的人 秦晨看向鬼扶族长 这鬼扶族长身上 环绕着道道阴冷的力量 竟然是隐约地 接触到了尊者境界 果然比之前 进攻古道宗的鬼扶族高手 要强上许多 秦晨低头不是对方 看向了下方的剑种墓穴 看着那金色的古道 并未开口 这让其他势力的高手震惊 这鬼扶族长 也算是天荡山脉中的 顶级强者之一 一身修为非凡 早在数万年之前 就已经到达了 巅峰圣主的极限 尝试着触摸尊者境界 如今鬼扶族和天元派 其神宗血影教联手之后 已然是成为了天荡山脉中的一个庞然大物 如今的天荡山脉 除了五大妖宗之外 其他势力之人 都不敢和这鬼扶族等势力对抗 如今秦晨竟然是无视鬼扶族长 自然是引起了众人的吃惊 小子 本座与你说话呢 鬼扶族长 目光瞬间阴沉了下来 阴侧侧的寒声闹 身上涌动着道道漆黑的光芒 我走 鬼扶族的废物 没看到本少爷正在探查着 见种之地吗 没空和你废话 秦晨直接道 什么 所有人都惊得头皮发麻 一个个晕头转向 这家伙好大的胆子啊 竟然敢和鬼扶族的人这么说话 难道真的不怕死吗 此次到底什么来历 你找死 鬼扶族长嘶吼出声 浑身毒气森森 再也按捺不住 不管秦晨究竟什么来历 敢这么和他说话 不给点颜色瞧瞧 他鬼扶族今后怎么在天荡山脉立足啊 呼地声 一道可怕的毒素迅速地靠近秦晨 是万福之毒 一上来 这鬼扶族长就施产出了鬼扶族的顶级毒素 要给秦晨一点教训 因为他也看出来了 秦晨的修为非凡 不同一般 直接施产出顶级毒素 是万福之毒啊 鬼扶族长这是动了杀心了 万福之毒是鬼扶族顶级毒素 一旦入侵将迅速蔓延传染 无法抵抗啊 许多高手都是惊呼起来 只是啊 这毒素还没到达 秦晨的目光就遗憾 呼呼呼 他身体中一股可怕的毒之规则 营绕了出来 一掌抓住 瞬间一股无形的力量包裹住了这一团万福之毒 任凭万福之毒疯狂的扭动 被秦晨就瞬间炼化 万福之毒 丢人现眼 这等毒素也想伤到本少爷 你们鬼扶族之前有一尊高手 也想用这毒素斩杀本少爷 可惜最终被本少爷直接斩杀了 炼成了废章 阁下也想来试一试 秦晨手中一团万福之毒不断的扭曲炼化 冷笑着说道 什么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骇然地看着秦晨 而天元派的云霄宗主等人 更是目光一鸣 死死地盯着秦晨 你杀了我鬼扶族的 鬼扶族长 这鬼扶族长 寒声说道 神色惊怒 哦 那是你鬼扶族的副组长吗 可惜啊 太弱了 不堪一击 秦晨淡淡的 这么说来 你就是古道宗新来的高手了 难怪你等能来到这里 我鬼扶族的族人现在如何了 鬼扶族长惊怒说道 心中涌现出来一丝不妙 自然是 紫光 秦晨淡淡的 小子 你找死 杀人长命天经地义 这鬼扶族长 眼前一晕 他鬼扶族 反眼不容易 这一次副组长 带着不少高手 去了古道宗 居然全都死在了 秦晨的手中 这对他鬼扶一族而言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且死 突然一下 鬼扶族长飞了出来 整个人身体一晃 就来到了秦晨的面前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化作了一道黑色流光斩术 立刻虚空颠倒 阴气四四 服一绝杀 这鬼扶族长 修炼的是暗影之道 出手之间 如同影光一般 已经凝结出了 暗影属性的顶级领域 一意激出 竟然是演化成了 绝杀之势 找死 秦晨的鼻子 哼出了一句 猛然间出手 一拳轰出 轰隆一声 顿时杀戮权益弥漫 化作了无穷权盈 通天冲出 与那鬼扶族组长 碰撞在一起 砰的一声 两股可怕的力量碰撞 无穷的杀戮权益营绕 猛然地冲入着 鬼扶族高手的体内 并且 秦晨在攻击之中 催动天毒伤火 可怕的毒质规则营绕 化作了滚滚的毒质力量 沿着可怕的杀戮权益 直接涌入到了 鬼扶族长的体内 以毒攻毒 这鬼扶族长施展出了 暗影一击 被秦晨的杀戮权益 瞬间破开 紧接着 无数的毒质规则 涌入到了他的体内 开始腐蚀他的肉身 瞬时间 他发出了凄厉的参叫 身上竟然是冒出了 道道的毒烟和毒火 身体不断地清烟散意 发出了参叫 什么万福之毒 太弱了 在本少爷的面前用毒 你还嫩了一点 秦晨首场之中 天毒伤火滚滚流露 冒出了熊熊的火焰 在这鬼扶族长身上燃烧 好像是火炬烙烛一般 发出了惨叫之声 撕裂了剑种的寂静 传递出去 让所有人都听到了 一个个头皮发麻 这可是鬼扶族的组长啊 天界用毒的高手 居然被这年轻人一拳之间 轰得飞了出去 而且浑身毒火燃烧 痛苦不堪 见鬼了吗 大胆贼子 一声巨响 血影教教主怒目渊征 顶级强者威严 一触即发 身体一步就逼迫到了秦晨的面前 手掌提起 灯孔镇压下来 血天同寿 就看到血影教教主手掌的圣源 凝聚成了一方图案 如同是当初的血影神徒一般 血气冲天 好像是天地帝王盖上的玉玺 有不灭之威能 要镇压秦晨 前 少爷 幽谦雪和清秋紫衣健壮 脸色一变 要上来相助 但是 秦晨也挥手 阻止两人出手 然后秦晨看也不看 手掌凝聚成龙血 变化出了真龙之手 顿时 龙之鬼泽在他的身上显现 道道群龙真气 炎化龙族文明 而在龙族文明之中 竟然还带着道道的血之规则 威猛无比 这血之规则 是秦晨当年炼化了血阳府府主 血神圣子等人之后 本身就掌握了血之规则 之前 又炼化了血影教父教主 掌握了血影神徒 立刻演化出来全新的血之规则 融入到了起源之书主 顿时 血之规则凝聚 天地间 血影沸腾 道道血光和真龙之气凝聚 把血之文明 演绎得淋漓尽致 一道诡异的血影神徒 在秦晨的首场中出现 这一刻 秦晨就好像是变成了 血之规则的创世者 掌握血之道的无上之身 在秦晨就好像是变成了 血之规则凝聚 在秦晨就好像是变成了 血之规则凝聚